俩泰国女孩在《创造101》成功出道!一路披荆斩棘,无数国人点赞。 两位泰国女孩成了《创造101》舞台上的一国最强音。来源数综合整理。 6月23晚,整个网络都炸了。引爆人气炸弹的是11个青春少女,腾讯视频出品的网络综节目创造101决赛之夜上演。当天晚上微博持续热搜,人气和关注度力压世界杯。 作为首部女团类成长节目,《创造101》在一夜之间变得炙手可热。 截至6月23日24时,节目累计播放量突破47.3亿,创造101,主话题微博累计阅读量超120亿,相关此话题阅读量超210亿。 作为爆款网综,创造101雄剧各项数据榜单,成功打破圈层,展现出创造101现象及作品释放的话题能量。 随助组组组组组组织组织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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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再次爆发出强劲生命力 这场堪称现象级的流量大戏最终11人的成团名单也火热出炉 1.孟美琪 2.吴轩怡 3.杨超越 4.段奥娟 5.银艾美 6.赖美云 7.紫宁 8.萨尼杨云晴 9.李子平 10.复京 11.徐孟杰 成团之夜当晚不仅有黄伯 侯佩曾担任主持人李宇春 江文 廖帆 彭于燕等明星大咖出席助阵 还有洪涛 张大大等嘉宾为101女孩保驾护航 众星点赞 未来可期 两名来自泰国的女孩成功在节目中成功突围 缔造了泰国人在中国第一女团出道的传奇 这两个人分别是22岁的萨尼杨云晴和18岁的李子平 可以预知的是 未来这两个泰国女孩将在腾讯的大流量加持下迅速走红 萨尼杨云晴 前几次的推送里 我们已经详细介绍过萨尼的成长历程 可以点击链接阅读赶与王局抢前三 粉丝数量超三倍 这个泰国妹才是创造101话题之王 她的简单档案如下 杨云晴 萨尼 1996年9月28日出生 泰国级流行乐女歌手 演员 中国女子组合A N D 火箭少女101成员 2014年11月19日 随组合A N D 在台湾出道 但并无知名度 2018年4月21日起 参加创造101 获得出道资格 萨尼 因为之前是一个台湾组合的成员 而本身自带一定流量 在竞争激烈101的舞台上演戏 一直很旺 粉丝数量比许多选手都多 从首期以来 萨尼超强的实力和出色的舞台风格为她赢得了极高的人气 粉丝们高呼 萨尼高位出道 她最后的成绩成也一直这个节目最大的讨论点之一 决赛 决赛之前 黄博空降101大师克 给女孩们带来赛前特别辅导 黄博称对萨尼的印象最为深刻 黄博说有很多人都和她一样很喜欢萨尼 后期节目最终 萨尼成功进入A班席位排名11 发表感言时 她说道 这七年不知道在干嘛 来到这个节目之后才可以找回自己 那一种想要 想有的感觉 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 我会做到最好 谢谢 此外 她还在邮轮上大声喊出了自己的梦想 我人生中最大的心愿就是 能有个人演唱会 由于一直在中国比赛 总决选之前 萨尼在泰国的家人 也出镜给她带来鼓励 思念家人的她流下泪水 希望自己能让家人骄傲 6月23日迎来总决赛成团之战 并首度以直播形式放送 而在令人肾上腺素飙升的点赞排名发布中 萨尼成功获得出道资格 并以火箭少女101之名组团高飞 她们也是第一支由创始人们点赞成团的中国女团 李子平 2000年1月20日出生 泰国女歌手 主持人 演员 中国女子演唱组合火箭少女101成员 2013年 李子平参加了泰国好声音少年版 2014年 获得泰国中央中文电视台年度中文歌曲大赛冠军 2018年4月 参加创造101成功获得出道资格 创造101开播以来 媒体对李子平的定位始终是一个低调呆萌的小女生 小小年纪唱功老到 但在真人秀环节缺乏存在感 总是安安静静坐住 但只要一上台表演 就立刻爆发炸场能量 在这样一档偶像养成类真人秀节目 李子平实际是个另类的存在 不卖人设 不抢戏 只是本本愤愤唱歌来牢牢守住A班一席之位 点在排名稳如泰山 其前五期连续排名第十一 被网友戏称出道位守门员 乐正式公演 李子平一向镜头不多 由于是外籍华裔 其中文表达能力有限 在唱歌表演之外 小女生对其他事情的反射胡略长 基本不具备靠真人秀发言强劲的能力 节目组也很难怪他设计出彩的人设 6月22日 无客群转发一段李子平唱歌的视频 并配文称 每个逆光飞翔的翅膀都值得暖风的助力成长 加油 祝愿你能和一群有梦的翅膀一起出道飞翔 随后 李敏也在自己微博转发这段视频 并配文称 Great Loco 唱得超赞 而后期节目中 李子平却因独处一国他乡 对于父母的思念首次在真人秀部分被人关注 更是让粉丝大呼心疼 在总决赛来临之前曾获得李敏 无客群等大排歌手的李敏 最终获得出道资格 因为唱功强悍 实力强劲 年仅18岁的李子平将成出道主唱的最大热门 未来可期 据华尔街建文发布的消息 2020年偶像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预计将步入发展快车道 中国偶像市场总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 Sony和李子平的加入也意味着泰国人 也可以在未来这个巨大的市场里分一杯羹 所以回到题目上 这俩女孩评级的就是实力和努力 才能在上万选手中脱颖而出 缔造出一段不小的奇迹 据悉 火箭少女101成团后 她们将全面开启劳魔状态 全国万人演奏会巡演 多场刺激有趣的见面会 最新单曲重磅放送 持续点燃创始人们的热情 此外 火箭少女101还将在7月11日举办万众瞩目的成团发布会 届时女孩们将以女团身份出席 开启她们新的征途 未来可期 值得一提的是 火箭少女101后续运营规划在创造101启动之时就颇受关注 从湘奈尔站台 到OPPO红蓝音乐节 再到时尚COSMO大片拍摄 女孩们已经获得了诸多优质商业资源的垂青 正是成团后顶级资源还将不断涌入 不管是桑尼还是李子婷 她们在101的舞台都收获了成长 这段经历将助推她们未来事业的发展起飞 从最初的撒泪离别到如今笑着再见 不管之后她们在中国的成绩如何 她们都值得被记住 因为她们开创了泰国人在中国娱乐市场出道的先例 我看下来时间是科技术 terr荤まで会 hoping 我在伊克罗下买二年的起码 二年的起码 第一行似火论 也就是 像 Kaz